1860万法国人可以享受这个福利 但是目前只有970万人开户了 而且10月1号开始新福利 上限达到1万欧元 目前利息有6% 这个是一个历年的利息图 我们来说说这个产品吧 更新一下数据 首先第一个问题 谁可以开 两个要求 一个是需要是法国税收居民 超过18岁 如果你不是法国交税的 那么是不能开了 第二个是收入 一定要超过一定的数字 注意这里说的收入是 Have a new fiscal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 没有关系 直接拿出去年2022年的税单 税单上面有的 这里也分两个类别 一个类别是法国本土的 不是法国海外省的 如果是一个人是21939欧 两个人是32818欧 两个大人一个小孩 那么是38532欧 大家可以暂停这个图 对比一下自己家里的情况 少于这个数字 就可以享受6%的储蓄福利了 如果超过了 就享受不了这个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 其他高利率的储蓄办法 以及理财的 我这边也有很多种的 可以看看我其他的视频 如果是法国海外省的 那么这个收入上限是不一样的 海外省的观众 也可以对比看一看 每个人只能开一个 LL杯 但是一个家庭 最多有两个 LL杯 开户的时候 第一笔至少要放入30欧元 每次汇入至少10欧 第二要点 关于存入以及汇出 这个随意 随时可以存入汇出的 和LIFR是一样的 第三个点 存入的金额上限是1万欧元 第四个点 利息是6% 如果我们存满了 一年6%的利息 那么是600欧 而且利息拿到手 是不用交税的 前提是这个利率 以后一年都不会变 第五个是期限 如果是收入一直低于这个数字 那么一直可以持有这个账户 如果有一年工资高了 超过了也没有事 它的要求是连续两年 你的收入都超过这个上限了 那么就要被关货了 开户办法 只需要找到你们的银行 给他们提供你的税单 我看了一下 大部分的网银是不能开的 目前我只看到了一家可以开的 传统银行 基本都可以 大家可以问一问 感兴趣的赶快去拿这个福利吧 点个赞再走哦 关注我的频道 更多法国买房 理财 避税 还有福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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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